到了冬天,有很多人都不想外出 又怕冷,又怕懶惰 但原來在冬天做太極的話 是會有抵冷的作用的 今天我們又再請到冷師傅和他的徒弟上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和做一些示範 兩位你們好 你好 其實長姐他們在冬天的時候 在戶外做運動,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呢? 南方天氣是比較暖的 所以冬天也不是十分冷 但如果在北方或者偏冷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的是 練太極的時間 之前有做一些醫生 和一開始的時候有沒有做太極的運動 那為什麼在冬天的時候做太極會特別好呢? 5分鐘的太極其實都可以超過 跑步5公里的熱量 所以打3分鐘都可能會出汗 有沒有什麼招式呢? 特別是在冬天灑會比較好嗎? 有的,陳七太極的拳 就比較不顯 對身體的協調 和對冬天打兩招都會出汗的 好,我們今天表現是陳七太極 金剛倒椎 是 轉腰 托 打開 拆腳 冷摘衣 這個叫冷摘衣 鬆 不用太低 長者 有一 薯碗 二 這套拳是陳式 剛油並醉的 需要發力的 這個動作是比較大動作的 所以冬天是非常有用處的 這個好像是困難了一點 如果是剛才初學的長者 他們又跟不跟得上呢? 太極可以有很多種因人意義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年紀大 馬步沒那麼低 還有有時候一些法力的動作 可以以意念來做 好像用意識 拿著人的手 托人的爭 有時候可能真的身體狀況好 可以適當地用腰 腰跨發力 對身體 其實很快耍兩招 可能身體都會發熱 那做剛才那個招式的時候 長者又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協調很重要 協調 好像有時候 那個身體 你那些動作出的時候 你不可以 同時 這個叫做 身體 開動合的時候 有同時 你不可以說 我合作之後才出這隻腳 協調力 協調力就沒有體驗出來 那這個運動量 就好像是大一點 大一點 那可以做多久呢? 通常一度 又要縮一點時間 不要做太長 一套拳 通常我們編排的時候 都是三至五分鐘的 甚至可能 你一些快的動作 如果身體不同 你都可以 因自己來調整 放慢一點練 就是練太極時間 就開始的時候 由先 發力之前 你一定要 好像 先很平靜的時間 突然間很靜 用意識 調整好 用呼吸 就是發力 通拳都是 先油 再光 所以你變成 變形的時間 可能一開始 抹熱器 發力 是要達到一個 好像很協調的時間 才能發力 嗯 其實是不是 太極呢? 都會有一些心法呢? 因為有時候 有冷啊 有靜啊 這樣 靜到 極點的時間 變成冷 冷到很大 好像 黃河大浪 突然間會靜 所以太極在這個時間 就需要 好像陰陽平衡的時間 做到一個 動中有靜 靜到有動 內製的東西 都會動 你這些心法 是練的時間 如果家人是破腦裡面 打出太極裡面 首先會更有味道 更有女孩 那有沒有一些口訣呢? 都可以給長者們 記住她 在殺太極的時候 都可以 殺得更好 這樣就 在殺太極之前 首先對太極拳的名稱 你塵室就塵室 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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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口訣 要方便 學的時候 容易記動作 以及對太極拳的要求 都會比較正確和規範 嗯 是的 沒錯 記了口訣之後 就能幫自己記到動作 對 不然你只是跳舞 記動作 可能對長者來說 就會比較難記了 是的 所以有些口訣 當然有老師最好 有口訣 對那套拳的要求 最少不會像 走 走火入魔 當然不會 冷師傅 剛才你教過一套太極 是否適合所有人 都可以殺的呢? 譬如說 有些長者 他們是體育多病的 又適不適合做呢? 體育多病的人 對那套拳其實都適合 不過在自己 真的要自己看到自己的體能 好像比出力和馬步低 還有一些動作未協調的時間 可能真的要很慢的時間去練 當然最好有導師是指導的情況下 每一個年紀都可以練這套體育的 我們有些學生八十幾歲 都在練這套 但是他們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當然 首先有一些 所以雖然體能非常差 好像氣息比較差 好像真的討不出氣 所以我的建議器 真的由一些基本功 開始慢慢慢慢接觸這些 比較難一些 還有有時候 覺得這套拳可能很漂亮 很有興趣 戲是想學 反而這些長者 要注意一下 沒有太過心急 因為太極首先 有很憑正氣 練習和學習的 不明白了 長者們都要因應自己的能力 才去決定 要理會自己的能力